喜宜小月慶中和楼 整治高美药基隆 小月楼落成正式起庸 在基隆市长牛昌与中和国小前后任校长 及多位中山区市议员共同主持下 中和国小新建校舍小月楼正式落成起庸 我也要感谢各位贵婢以及分析师的参与 这栋新颖的五层楼教学大楼设置有专用音乐教室 美劳教室、智慧创科教室、自然教室、资源班教师及专辅教室 为了解决原先校区狭角缺乏室内活动空间的问题 金融市政府更追加一千多万经费 在顶楼设置挑高明亮的室内多功能活动中心 这个校舍的改建是没有上面的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不过教育处也积极的规划 所以市政府我们自己加码出钱多了一千多万的经费 然后给我们中和国小有一个室内的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可以来使用 落成起用第一天 校方就在这里举办毕业典礼 希望给毕业生难忘的回忆 中和国小前后任校长也分享 新建这栋全新教学大楼时的艰辛 另外因应周遭大型社区林立就学需求渴望增加 在目前校园空间有限无法增见的情况下 金融市长林又昌透露 已经与校方在破坏新校地 未来将进行千校 我们因为整个都市发展的一个进程跟方向 那我们市政府也跟赖校长这边 正在积极的剥划新的中和国小的校地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我们中和国小的同学 还有校友有一个更完整 更宽敞 更现代化的这个校园的一个空间 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据了解这一块新校地 位于大甘林戴天府后方 是由置办都更的建商所捐出的土地 目前正在进行先期规划 预计今年先完成都市浙计变更 现行校舍在签校后 可能作为副社幼儿园 热灵中心 社区大学或托婴服务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